少林 少林 天下功夫出少林 少林功夫假天下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外国朋友 来少林寺学习中国功夫 说到为什么要来学少林功夫 许多人都是因为1982年的一部电影 少林寺与中国功夫结缘 让许多外国朋友对中国少林功夫 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2年的时候这部电影 让少林寺一炮而红 全世界都因为这部电影 了解了中国的少林寺 爱上了中国功夫 大家有没有看过其他的一些 我们中国的武侠电影 觉得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好多 周星驰的这个功夫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很没有开始学中文 然后我看的第一部中国电影 就是周星驰的这个功夫电影 我真的以为所有中国人都会功夫 那个时候所有中国人都会飞 对 因为这个时候 你应该是这样的 对 我以为都会飞 我认为好多人对功夫这个方面 还有少林寺等等 他们就会有一些课本印象 对我来说功夫它是一种哲学 就是无论是李小龙 还是所有的那些功夫大师 他们都是很有想法的 中国人都会飞这个事 肯定不是真的 但我知道中国人心中 都有一个武侠梦 所以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 狭肝一胆的英雄气 这就是你为什么看到 很多中国英雄的原因 对我来说